各位学员大家好 今天咱们开始漏洞专题底下 正是咱们业务逻辑漏洞这个专题的概述呢 进行一个讲解 以下呢是咱们业务逻辑漏洞专题 它具体的内容 那么咱们接下来的课程呢 主要是从以下这四个方面进行一个展开 那么第一节课呢 咱们主要是介绍一下 业务逻辑漏洞 它常见的攻击的定义 其他常见的分类 以它锁定的危害都有哪些 那么咱们第二节课呢 主要是介绍一下业务逻辑漏洞 它常见的一些挖掘姿势 都是什么 当然还有一些相关联的案例分析 第三节课和第四节课呢 就是咱们一个实力演示的一个环节了 那么咱们第三节课呢 主要是演示一下 针对支付逻辑漏洞的 第四节课呢 是针对这个权限授权验证绕过的 那么咱们业务逻辑漏洞 它适用的这个学习对象是谁啊 它是咱们新安全技术的一个初学者 那么针对业务逻辑漏洞 这个专题呢 我给各位学院以下三条学习的方法 算是一个建议啊 那么第一呢 咱们首先呀 要干嘛呀 要学习并掌握 常见的一些这个数据 重放的一些工具 你比如说像这个Bossil的 当然还有那Fader 以及一些浏览系相关的一些插件 等等 那么这是咱们第一要掌握的 那么咱们第二呢 就要学习并熟悉 常见的一些业务 业务场景 你比如说针对这种某个银行的 或者某一个 电商的 电子商务的 啊 等等一些这样的业务场景 咱们一定要熟悉 那么第三呢 就是咱们要尽可能的 去掌握业务逻辑 这个漏洞安全的啊 一个工具的不同的形式 不同的攻击形式 底下呢 就是咱们业务逻辑楼梦专题 就针对这个业务逻辑安全的 一个常见的攻击的流程 那么这个流程呢 我在这里主要把它划分成 四个大的步骤啊 那么第一个步骤呢 就干嘛 就是一个正常的操作 并记录相关的这个数据包 就意思是什么呀 就是我按照一个正常的用户 他正常的一个操作 这个当前的这个流程 并且呢 把它相关的 这个记录的 这个相关的一些提交的数据包呢 进行一个本地的一个记录 那么第二呢 就是要对这些记录的数据包呢 进行一个分析 并且呢 从中找到 比如数据包中的一些敏感的一些信息 你比如说像一个登录的一个 数据包吧 那么它其中 肯定就包含像这个username password啊 等等一些敏感的信息 包含像一些这个cookie啊 等等 那么第三呢 干嘛呀 就是要分析这个程序 它的验证机制 那么这块的话 主要是针对 比如说某一个功能模块 或者它程序的一些后台 啊 到底是采用了哪些 啊 验证机制啊 及手段 你比如说是 它用的是adjects啊 还是用了一些其他的 只是个前端的GS啊 那么最后呢 就是干嘛 就是要对你前期 记录的这个数据包呢 进行一个修改 也就是说修改原数据包 并且尝试啊 去绕过它正常的一个这个流程 最终呢 验证你当前这个推测呢 是否成功 也就是说你当前这个业务逻辑这块呢 是否成功的绕过了 那么这里呢 就是一个常见的 针对业务逻辑安全的 那个攻击的流程 好的 那么以下呢 就是咱们针对这个业务逻辑漏洞 这个安全专题呢 我给各位学员呢 留下了两个问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什么呀 就是咱们业务逻辑漏洞 它常常会导致哪些直接的一些危害呢 这个呢 我希望各位学员客下呢 从这个互联网上 或者从一些相关书籍中啊 去进行一些收集并且学习 那么第二呢 就是要从这个网上去查找咱们有关 业务逻辑漏洞的一些相关案例 并且呢 对这些案例呢 进行个简单的一个了解 当然你有能力的话 你也可以进行一个分析 好的啊 那么以上呢 就是咱们业务逻辑 这个漏洞专题的一个概述 那么本次课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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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